阿美族传统的庆典之一捕鱼祭 从6月开始的每个周末 在花莲市内共12个部落陆续的登场 市长魏嘉贤6号的上午就分别前往5个部落 和族人们一起体验捕鱼祭的传统祭仪 希望借由捕鱼祭的举办 让年轻的族人认识族群的历史文化 也展现出部落各自的传统祭仪 阿美族在一年当中有三大祭典 首先登场的就是捕鱼祭 花莲市各部落从6月份开始 陆续展开捕鱼祭活动 市长魏嘉贤在6号上午也协同原型客长曾雅廷 分别前往新夏、拉薯旦、萨古尔、大谷布湾、吉保干等5个部落 体验阿美族的传统祭仪 那我们希望说在部落传承的部分 每一个人都要肩负起一样的一个责任 那在去年的时候我们有办理联合的捕鱼祭 也是花莲市第一次的办理这样的联合捕鱼祭 那今年回归到部落 那我们在明年的时候也会再回复成联合的部分 一年联合一年分开由部落自己来举办 主要的目的也是希望部落都能够透过联合跟分开的时候 都能够有把不一样的一个氛围 然后把它带回去部落里面 那我们更希望有更多的年轻朋友继续来传承部落的文化 那文化的传承有很多的面向 那我在此要谢谢每一个头目 这么用心的把部落的文化持续的保存下来 那更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够接续下来 那花莲市公所也会站在部落族人的角色上面 替部落族人继续打拼继续努力 来到各部落 市长魏佳贤也一一颁证丰收金 市代会副主席李政伟 更是自掏药包赞助 花莲县议员吴东升 市民代表肖密龙也都全程参与 来到现场 族人们将捕来的鱼货兼煮烤杂 制作出各式各样的鱼料理 市长魏佳贤也和族人一起坐下来享用大餐 体验阿妹竹捕鱼记的文化内涵 记者许理晴 欢迎视频道